罗锋前往金角族群请求援助击杀两名不朽 第九军团强势围杀地东星 罗锋达到御主的第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书接上回 罗锋达到御主级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击毙两大不朽神灵 以及戒主和御主等等总共上亿人 为了确保任务完成 罗锋出发红尘星寻找金角族群帮助 此时罗锋已经进入陨墨星号内 按照速度大概需要16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而在中途罗锋迅速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进入到虚拟宇宙紫荆岛上 只见紫电猴焦急地喊道 罗锋赶紧过来 第九君主都来很久了 随即罗锋和君主二人示好后 第九君主就沉生道 按照虚拟宇宙公司的命令 我前无宇宙第九集团军百万战士听后 特使拆遣无感不从 罗锋回应道 没什么拆遣不拆遣的 都是为了虚拟宇宙公司为我人类而战 罗锋的这句话也让这位第九君主非常开心 毕竟他堂堂第九君主也是封侯级不朽神灵 地位也极高 现在听一个御主级九阶的小家伙拆遣 心底总是有点不爽 好在罗锋的话语让他的心里非常舒坦 之后黑沙少女又向罗锋介绍了第九君团 第九君团又称第九集团军 由一百个军组成 而每一军由一位不朽神灵 一百位界主和一千位御主 以及一万位宇宙级组成 整个第九军团宇宙战事超过百万 在罗锋了解了第九军团后 第九君主便恭敬道 特使 不知道这次任务有什么需要我第九军团做的 罗锋回应道 不急 很快我会将详细任务的过程发给你 其实按照罗锋的计划 就算最后执行 罗锋也不可能将所有讯息都告诉第九军团 因为第九军团只是他能用的一个资源和棋子而已 时间流逝 罗锋透过虚拟宇宙网络 和公司情报系统那边联系 确认索要击杀1.2亿目标的详细讯息 而后就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 那就是将这1.2亿人详细信息所在的一些星球地点 告诉了第九军团 一旦令下 直接封锁星球 进行瓮中捉边 全部涂漏干净 大战的最后一步 就是要接触金角族群塔文部了 一开始罗锋感觉这个金角族群 和金角巨兽相似 巴巴塔却咧嘴嘲讽道 金角巨兽是血肉类生命 是星空巨兽的其中一只 而这个金角族群根本就不属于血肉类生命 它属于岩石类生命的一种 长相酷似人类中的波拉族 就在两人讨论时 一个豪奢通体金色的大殿内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大家看一看资料 这是人类这次安排给我们的街头人 也是我们需要听命的人类的一些资料 此刻一名战甲青年看到罗锋的成绩后惊讶道 罗锋 这个来自土著星球地球的一个年轻人竟然这么厉害 绝对是天才的佼佼者 这时那一名老者环顾四周 随即目光落在战甲青年身上 卡什呢 这次是应首领要求带你过来 不过 你仅仅只是借助实力 所以乖乖听乖乖看 不要给我们惹麻烦 知道吗 紧接着老者大声说道 按照族内法规 这种人类的绝世天才 将来有机会深居人类高层的 必须交好 这次任务是结交这叫罗锋的人类的绝佳机会 我们金角族群要生存 即使很难结交人类的高层 也要结交他们未来的高层 一切都是为了族群 时间很快 罗锋和狄伦等人也来到了金角族群 而金角族的高层也都在随时欢迎罗锋的到来 看见罗锋的到来 那名老者恭敬道 金角族群塔文部长老四番奇协队 迎人类特使罗锋殿下 看见都是毕恭毕敬的问候 罗锋也客客气气的回复 随后几人便进入了客厅内讨论起这次的任务 四番奇对着罗锋说道 根据虚拟宇宙公司给我们下派的任务 这次是要对付两个不朽神灵 一个封侯级叫要害 一个普通上等君主层次叫杰弗里斯 而我们内部也已经商量好了 我携三名封侯级族人 对付那名封侯级目标要害 而另外四名封侯级族人 联手对付那名上等不朽君主杰弗里斯 绝对不会让他们逃影 一定能成功击杀 罗锋得知他们的安排后便笑道 四番奇长老的安排我没意见 如果两名不朽神灵目标是分在两地 就按这么来 可如果其他就得灵活激动了 但有一点我需要说清 在任务过程 我需要九位完全听从我的命令 不可擅自行动 说完罗锋他们一群人分成两艘宇宙飞船 离开了红尘星 前往梦幽帝国的帝都心 就在罗锋众人聚集后 没想到虚拟宇宙的情报系统 却迟迟没给要害的具体位置 最终在罗锋暴怒的斥责下 情报部门才加油搞到了要害的具体位置 拿到情报的罗锋朗声笑道 现在我们的那位不朽神灵要害 他也正在进行一场宴会 而他就在帝都心 众人听后大喜 没等一会的时间 一艘艘飞船全都停在了帝都心外 此时罗锋冷声道 第九军团三十军 从太空中封锁整个帝都心 行动期间 任何从帝都心逃逸的飞船 一律摧毁 四番旗长老 等会儿你带队去击杀要害和杰弗里斯 记者 要和虚拟宇宙网络开启同步传送直播 因为这同步传送 是能够将战斗发生的情景 瞬间拍摄记录同步传送给虚拟宇宙网络 因为这种传送 是虚拟宇宙系统进行主控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作假 像这种任务的详细过程等等 都是必须要做同步传送的 随着一声令下 战斗即将迎来白热化